olith风情 Colini 字幕 李宗盛 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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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同學的介紹 我答應薛理事長 在JMI 要寫一篇郵輪的東線管制 那我們解個outline 第一個當然先講SARS跟東線管制 因為這次TOPIC很清楚 專門是為了傳媒來講 SARS-1.0 我们用兔宝宝装 SOP 阻挡接触传染 但好时间没有过多久 一下子,整个台湾就陷入骗汪汪汪汪 日子大家都记得 当我加入义勇军 其实是第一号 进到当时国家想要开发的专责医院 在国际医院酒病房 那个时候,有急诊的主任李建贤 还有国军副院长谭关煌 已经把整个大事给设计出来 就是依照核生化战争的原则 当中处理了一个污染区 然后周刀是缓冲区 在最外面是清洁区 那我进入和平以后 当然也看到了 我这辈子风险最高的时候 我找不到洗手点 所以我离开和平,进到松山病房 以后我就疯狂设置洗手点 包括这个可能是人类物名史上 第一次设计在电梯口的一个洗手点 接下来,两个月的抗煞战争 大概就自然发展了一个动线管制 后来叫做traffic control 是一个合生化规格 所以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先有那个规划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院前分流很重要 现在每个人都在讲分流 那当然,既然有这些污染分局的规划 再加上我设置了洗手点 再加上我设置了洗手点 那这三个策略 就变成一个bundle traffic control bundle 就是一个统合性的规划 那后来当然,SARS就被 台湾控制住了 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位 公共卫生的学者 他说,SARS后期的统计错误 因为传染病流行病学 没有这样子突然间陡降 你们后期传染病的资料统计一定有问题 他不晓得在这一天 我们全国的感染科医师 把全国医院的动线管制全部设计起来 所以当台湾这个动线管制的防护罩设立以后 两个潜伏起,那SARS就离开台湾了 SARS以后 那当然,SARS以后我们开始分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三个月是,那时候过了很久 但过了就可以好好想 那当然是第一现场诊断不明 那个时候最大的困难点 2020年的今天仍然存在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当我们兔宝宝装穿起来了 那飞沫、接触全部阻挡了以后 自己就最安全了 就忽略了手部卫生 刚刚秀子提到 那也因此有这样的机会 就污染到环境 当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院内感染的一个原则 会这样想 那所以 六标准差 其实是 分得越细就越好管理 分得越细就越好管理 那我们可以看看 刚刚这个 陈思英主任 他把整个瘤 从急诊到住院分流 分得这么仔细 分得越仔细就越好管理 就可以越容易找到管制点 所以最后这个管制点一出手 那洗手率变成百分之百 所以 这个大概是六标准差 就是 动线管制之所以可以成功的一个理论基础 那当然 我们后来也分析了重煞的医院 有重煞 有同仁重煞 没有同仁重煞 他的这个 到底有哪些保护因子 很有意思 这个 倒入前分流无传 分析节点洗手 全部出来了 全部都是小于0.05的一个保护因子 那这些保护因子代表 医护诊院零感染 那更有意思 这个 当你医护诊院保护住了之后呢 病人同时保护住了 两组医院 有动线管制医院病人感染率是2 那那个 两个病人 没有动线管制病人感染是203位 所以当时这篇文章的结论有提到 动线管制以6标准差的车类管理,可以作为未来新鲜创业品有效的防疫机制 当然,现在重点就是未来 未来不是现在,而是2014年 刚刚王副院长已经提到 2014年,我们观察伊波拉,为什么好多医务任务员重煞,也没有照顾病人 后来我们分析了,刚刚讲的伊波拉可以在空气传染 但其实更重要的可能,而且被忽略的可能是 伊波拉是菲莫传染,有这个可能性 看出来以后,这个蛮fancy的一个proposal 医药记者就来访问了 所以也提到,动线管制可以对伊波拉,可以帮助 但里面比较重要,我们在那边一张强调 非洲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 所以我们认为,Trafting Control Bounder is a powerful, convenient and economical tool for protecting health care workers 当时就把整个道院前分流污染分区 然后出入这些污染分区的时候 每个节点洗手,划成一个概念图 就变成动线管制一个概念图 那接下来我们讲讲 这动线管制为什么成功? 那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而且是被忽略的 就是所谓的format transmission 我到了2011年才第一次在这部电影里面 contation,全境扩散 电影里面看到format的temp 从调查员的口中讲出来的 那不要怪我,因为医学字典也找不到这个字 那你打电脑每次都跳不出这个字 一定跳出一大堆奇奇怪的format等等 甚至局管局长第一次听到,也说什么东西?format 那这部电影的内容,女主角很漂亮,但是导演运镜都不照他的脸 各位,这几张照片有什么共通点? so,很好,大家都会看到很好 就是手,双手万能,双手污染,但双手也很容易除污 那所以format,经过环境媒介的传染 那中文没有很好的翻译,所以我姑且把它叫做环媒 环境媒介 那我们在伊波拉,在一个奈迪利亚的历史上 第二指标个案,到了机场换个SIM卡 帮他换个SIM卡,那个人就死掉了 等等的例子,你们把这些等等的不声媒介 只要这些病毒能够有机会存活在环境上 沾到环境就有可能造成后续的传染 那这个图,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颗粒越大,掉得越早 那在两公尺内,有机会让你用一个飞沫 这个机制让你... drop the transmission,让你吸入肺沫 在这之外,大概可以飘到10-50公尺元 那就是drop the nuclear 属于空气传染的部分 但历史上,真正证实空气传染病 还是有限几个 那比较重要的是这个 掉落在环境上 掉落在环境上 那通常是隐形而且我们眼睛肉眼又看不到 那我们没办法对每个环境去做 刚刚讲的这个荧光检测 那这个故事在2015年的韩国 第一个个案来到韩国 那个医院导入 那个医院跟台湾的和平完全一样 在不同楼层,不同楼洞的病人跟医护症 都有人感染 那这个也不是空气传染能够解释的 那后来,这个病人又传到整个韩国 所以,当初用事业医生组织的定义 什么叫密切接触者? 2公尺内2小时 那注意,我们现在还是有这样的定义 2公尺内15分钟 但是,韩国后来分析起来 这样的规划 只能在保护病人一般怨念感染 洗手时机的时候有用 他们认为这样的策略 挡不到MERS这样的传播 所以,在一次的检讨会上 他们很清楚地讲 Current differential definition Cross contact did not work for hospital outbreak control 那这样,所以传遍全国 那第二个轰烈的,很轰烈的例子 就是来到索尔的最大的医学中心 一个病人走进急诊,传了70个病人 这个故事上礼拜,王富德教授也提到过 那当时我们就也看看 台湾的故事在整个韩国都复之一遍 6年以后,12年以后 所以,也赶快发表了这一篇 correspondence 我们的结论 我们认为 format transmission 好像是个生物的共同的机制 common microbiological niche adapted to human behavior 因为人类行为而产生的一个 生物能够继续存活的共同机制 那这个人类行为,当然也很清楚 就是不洗手 但是第二年,他们的研究出来了 那这个也是上礼拜提过 但是我是把相关的这个位置讲得更清楚一点 这个是急诊 这病人进来急诊以后 呆了这三个病房 这三个病房空间 所以他们做了一些研究 发现,还是病人 曾经跟病人呆过的同一个场域 是感染率最高的 那当然我们可以想要跟病人呆在同一个病房 那大概就是drop the transmission contact transmission 那这样的病毒量 病毒的量其实是最大 所以他的attack rate最高 他的incubation period也最短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些 我们要跟病人呆在同一个场域的 这些大概还有三四成的个案 似乎他病毒的曝露量比较少 所以他的attack rate比较低 他的incubation period反而也拉长了 那我们看看他的细部规划是这样 他这个病房里面 其实每个病人都独自 各自分开了 有这个床链隔开 所以也不大可能 直接对病人吹这个drop the transmission 而且有一些情况 病人跟病人之间 或者病人跟个案之间相长 达到六公尺 这个已经完全超越了 所谓drop the transmission 可以飞行的距离 所以作者在这篇文章最后结论 他也没有明显讲说 到底有没有风反 transmission 他只是说 有这个可能性 半年的一些环境因素 但是 如果仔细看他的文章 他文章里面已经有两个地方 曝露了一些端领出来 我们先看看 他为什么把这篇文章写得这么漂亮 这个因为是固定的空间 这可能是近代史上 疫情调查做的最漂亮的一点 你在什么时候待多久 经过了什么地方 接触了什么人 因为到处都有摄影机 所以 这个文章是 其实做疫情调查的 或者留学病人 可以好好研究的 但文章里面 两个点 我们透露了 第一个 他最后讲 这是一个 Walken pneumonia with diarrhea 大家都晓得 这样的冠状病毒 diarrhea的可能性 所以 当然我们马上想到厕所 他没有分析厕所 因为厕所没有装摄影机 所以他在整个分析里面 漏掉厕所 管控早就早 理见不鲜 那就是 你先咳嗽 然后咳嗽 遮着嘴巴 接下来 你的双手万能 就去污染最常碰到的环境 所以 在一个传播机制 当然我们从来没有否定过 Drop transmission 是非常重要的 Counter transmission 但是 在后面跟着来 第二阶段的Format transmission 可能是常被我们忽略的一个要点 所以 台湾的SARS 我们后来想 为什么这两个策略都失衡了 那就是我们忽略的Format 当我们用动线管制 把这个污染很清洁 很清楚地 把环境污染很清楚地 隔离在这个污染动线里面 而且 每个动线都可以洗手 我们经过这样 达到百分之百的洗手率 就把整个疫情控制住了 所以 有同仁在讨论的时候 问问 怎么每次都听你讲Format 难道百分之百都是Format吗? 当然不是 其实它是一个被忽略的一个支点 我们把Drop transmission都控制住了 我们把Contact transmission都控制住了 但如果 忽略了Format transmission 就是一个破口 清新传染病 你只要有百分之一的破口 它就可以往外扩散 变成下一波的疫情 所以 接下来可能是今天的重点 那 我当时来讲 这是SARS2.0版的 果然 这个世界恶生组织 正式命名SARS-CoV-2.2 这是2.0 所以我们动线管制 是不是要跟着发展到2.0 17年过去了 17年过去了 好 那我们先看 这个当然大陆也不断的做味教 他们的胸腔科权威 在这个 16题问答 新冠病毒科学问答 第一题 冠状病毒在环境中能存活多久 答案 不能在环境中存活 那我看下之外 我就看不下去了 那第一题就错了 那在群组里面讨论 我就说 可以啦 在环境中可以 从几天SARS-MERS到一到三天 就至少都可以 那正是为了 他会一直扩大传染的重害原因 那这个 听到的这个同人就说 那不是进去里才会传染吗 否则天下不早就大乱了 我清楚回答 天下就是因为这样才乱了 从2003到2014到2015到2020 都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看看SARS-CoV-2.0 早年从武汉传出来一张 非常有名的照片 那医师全身保护的紧紧的来看病人 但是这张一看我们就知道 有个人在这里滑手机 表示这是一个没有动线管制 没有污染分区的场景 在这样的场景 受害最大的就是医生 我们从2003一路看到2015 都是一样 那一样的类似的场景 当年在和平丰院前面 我们都没有这样的镜头 那各位看 这个接的病人 整个全副武装 但跟一般着装的民众 完全没有任何的阻隔 所以动线管制 其实能够让你很清楚 走清楚 你晓得现在不在哪一条线 那平常病人只有5个 10个你还可以处理 一旦病人变成100个的时候 你就到处喷墨汁了 环境被污染 什么地方被污染 你都不晓得 到了1月29号 世界卫生组织一些临时会 开始在讨论 到底传播机制是什么 那这个Mark Mark 他提到的 format possibility which is when you have virus on an inanimate surface 知道我们很清楚 这是format 到了1月30号 世界卫生组织 终于承认 这是一个世界 全球的公共卫生危险事件 除了他分析中国的情势发展以外 他也看到了另外一个 the disease can spread more easily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同一天 武汉确诊病例 能把撤出COVID virus SARS 2.0病 Cololivus can spread through a contaminated surface 所以 在这波期日 format transmission 是很清楚的 evidence 我们也看到了 那2020跟2003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到处是touchpad 各位想看现在医院里面有多少 病人光是要挂号 可能要按2到3次 那你今天如果有中南部回来台北参加的同仁 你回去的时候 你看整个过程里 接触了几次的touchpad 包括在高铁站 那出机场或者进机场的时候 包括自助物挂号等等的 不断 那这个会不会跟这一波的这个 这个病毒量串高的这么快 现在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当然我们晓得 当初跟SARS 我们认为SARS 2.0 就差20% 那谁晓得那20%就扩大成200% 完全不可同日而已 好 那这个角度是倾学得更厉害的 光是format这一点我们就看到 这早上也提过了 他跟SARS-CoV-1 对AC2的receptive affinity 强了大概10倍到20倍 那如果interpreted到我们过去两个月看了 或是我们现在对format transmission的认知 我们发现 简单的接触 只要一到吃个饭 大概都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家庭群聚 我们在怀疑 当你都注意到的时候 或是重置你不注意 你无意间接触到环境中的病毒 它的传播率可能已经比2003年 接触到环境中的病毒来得更快了 所以这波 因为这样的affinity的改变format transmission的风险 如果你再继续忽略它的话 会继续往上 所以format transmission 为什么从来被忽略呢? 第一个 你本身看不到它 你本身看不到,看不到就不存在 这是我们人类的通信 所以SARS-CoV-1 看起来它是一个普遍在新型传染病最常被忽略的一个机转 而且它是微生物都有的机制 从哪几个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full mind transmission 这些现象 super spreader 疫调的断点 或者你训练不良 或者空气传播 在每一次的疫情 都会有所讨论 包括刚刚 但从来没有一篇paper 或者一个人证实 就是说 它的实际的机转到底是怎么样 OK,我们承认有super spreader 它可能它的viral shedding量会比较大 可能它的genetic factor不大一样 但这些super spreader 如果每到一点都晓得洗手的话 其实它的传播途径也被阻断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说法 你只要不洗手 你就是super spreader 那疫调的断点更清楚 因为到了 你一个人跟人一直可以接触 但到了一个点 你找不到这个个案的时候 其实 疫调就停止了 那 最清楚的就是日本的外相 在讲这个钻石公主 为什么它的日本官员会得到 搞到最后 这个传播机制不小的 那这样的话 在2003年跟2020年 在这个新闻节目上 我跟沈大楼的对谈 他也讲过一样的话 就是说 不晓得这传播机制是怎么下去的 但如果你晓得4-mind transmission 这个其实是可以连接起来的 好 那当然另外一个很困难的一点 就是无症状 或者症状很轻微 也因此这样医院医护人员 其实上他的风险 比SARS的时候更高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中国 其实他是有抗SARS经验 为什么第一波会打得这么惨 其实面对这波疾病是更惨 那 那 第一个是 1月22号 钟南山报告说 有医院群聚 一个人传染14个 那 1月22号报告 他已经大概1月10几号就发生了 那 在后面一点 我们更看到 1月12号就发生 一个武汉八十个人的群聚 医护病群聚的现象 所以1月17号 我们再往后推个10天 到了1月23号 武汉封城 各位注意一下 我讲这个10天 这个incubution period 那 那 到昨天才出来的一个paper 那各位看看 大概这一天是1月10号 1月10号 在整个武汉 已经有一个爆点 到了20号 变成湖北爆点 那到了31号 已经传遍全国了 北京爆点 那北京爆点 我们再往下看 北京爆点 1月31号 北京医院群聚 5个医护里面 有4个患者中标 那 那时候 我当时就在脸书上 还是哪里写的 在武汉已经看到这样的现象 北京要小心 所以 1月31号 也就是 一代有医院群聚 代表你这个社区已经饱和了 社区饱和在这种轻症的状态下 你常常不晓得 但是他就是饱和了 他饱和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已经入侵医院 可能第二代 第三代入侵医院 最后 医院爆炸的时候 也就是10天 那我们看到一家医院群聚爆发以后 10天 10天 2010年北京封城 所以 这样的10天一个period 看起来是很清楚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看到这一点 在2009年 我们对于H1N1这个流感 台湾我们就看到这样的现象 我们当时有设计一个早期预警系统 从集成收集这个资讯 自动输入的资讯召集 那在8月中旬呢 我们看到有预警现象跑出来 果不其然三个礼拜以后 这个9月 这个2009的国内的疫情就一下子大爆发 那你如果没有这样自动预警系统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在这个文章上提到了 在这个预警系统想起来的时候 有两家医院流感院内群聚 通报到台北市这边来 所以我们讲说 A few hospital outbreak as early warning sign of approaching community situation 很像那个整个开始要滚的那个废典 废典之前开始冒一两颗泡泡 那个就是医院群聚的讯号 所以在这个地方 医院跟社区很清楚的把这个资讯给连结起来了 所以我们提出这样的proposal 那大家现在知道病毒从什么地方来的 还不晓得 somewhere 但是anyway 在武汉 这个余仙市场产生了它的第一波的这个群聚现象 接下来到了家庭 这是很容易的 那接下来在local community 跟这个当地的一些医药 这个hospital 小医院等等 也许产生了 那所以今天的这个 从病毒分析者晓得 在这个时候有个暴点 那在这个时候有个暴点 最后整个社区都变得严重的时候 你重症是很轻症的病人 重症大家都跑到医院去的 而且可能都是他病毒量散播最大的时候 所以在医院这个地方变成第二个amplify 再反弹回来 那这样一两次反弹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那这样恶性循环 那我们在武汉封城前后的video上面都看到 集白额病人 集进医院 甚至集在大厅里面 所以hospital 从market到hospital community community到hospital society 那在这样的反复循环的过程当中 当然我还是认为format 是会在比较后面扮演比较重要角色 因为之后大家口罩都戴起来了 那这样的结果传到中国全国的时候 当然经过封城 只要一封城就有裂开 那就经过飞机 变成目前全球的风险 那经过这样的反复循环 其实他的R0会上升的 所以我们不要看现在的情况好像很糟糕 但是我相信 来到世界全球各个国家 你如果管理做得好的话 不会发生像武汉这样的情况 好 那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 所以 2.0到底要怎么做 我们现在有format 我们要怎么做动线管制2.0 那其实很简单 这个地方quarting 大家讲很多 但quarting在这里是最重要的重点 病毒 这个发病 还没有 这个进入你体内 到你发病 这是incubation period 病毒进入你体内 到你可以 这个病毒可以再传播出去 这是later period SARS 没有这个空疮期 所以一个发烧差点战就把它挡住了 但是 平常我们人类如果对抗这样的心理传染病 其实 老祖宗就告诉我们 要用quarting的机制 所以quarting在这一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也同理 我们当初设了缓冲区 其实缓冲区就是quarting的机制在这个地方 简易的机制 好 那我们开一个故事 1918年 这个西班牙流感 那个开始产生第二波变化的时候 开始 这个一个兵营 那当然 由流感群区就派了这个威生官员来做围堵 那当然 这个很有经验 而且预宣归要好了 四天以后 有19个士兵病倒了 马上给他隔离起来 而且做疫情调查 在第二天有87个人就倒了 马上给他隔离起来 而且做疫情调查 如出一策 那四天以后 产生六百个病人 那各位对六百这个数字应该很熟吧 就是 日本所有SOP都做了 但是就忽略了quarting这个很重要的概念 包括每天在那里塞 他要塞三千多个 这里面都跟quarting这个动作没有关系 所以quarting之外 当然我们也认为 还是要有好的动线管制在里面 那1918年发展 因为quarting发展出来的缓冲区的简易病房 也就是我们这波的重点 一百年前而已 那这是刚刚我们的动线管制的一个流程图 那我们现在加强的 当然就是这个buffer zone 过去的缓冲区 现在把它改成简易病房 非常重要 所以 你清洁病人 开始这个不同的分流 这个刚刚陈思念主任提到的 不同的分流流程 进入不同的区域 但是在你的动线规划里面 一定要有这样的规划 清洁区 进入简易病房 再进入隔离病房 为什么? 因为着妆是同样等级的 那你这样才不会浪费你的兔宝宝妆 然后再从这边出来 那出来你就不要再经过简易病房 经过一个走道出来 回到清洁区 好 那这个我们用一个基本的动画来表现 这是联合院某个院区 他这个病房收集隔离病房的这个 集中收集隔离病房 那当然 第一波我们度过了 那如果现在进到简易隔离区 那怎么办? 我建议这区再划出来 你这个其他病理一定有全部进空了 那也就是你现在进来清洁区 着庄,然后简易病房 可能听过 然后到这边 简单的这个换装 不需要换装 简单的这个储物跟一个缓充区 进入隔离病房 在这边再照顾病人 之后从不同的动线出去 这个是大家现在比较好去设计 一个简易病房的简单的规格 那这是一个ICU一样 一般病人可能可以住这边 那你怀疑的病人 怀疑的先简易病房先住这边 而简易病房下一个station 就是在这边一个缓充区 再进入隔离病房 而从另外一个出口出来 这是我们的一个设计图 户外检疫站 污染分区进入医院 节点洗手 这是我们新增的检疫病房 缓充区 但是比较重要的是另外一个点 就出来 在大门口有一个控制点 我们晓得TOC是决战室 那戴口罩 但是现在是要强调是手部卫生 那因为我看到好几个不同的医院动线 在门口有人在插健保卡 有人在量体温的 但是不是每个地方都在洗手 所以特地强调洗手部卫生 其实你这三个动作做起来 你这个check point 同时挡住了drumlet contact transmission 跟format transmission 尤其是在现在 社区风险已经来了 进入医院风险不明的情况下 你在这地方 一定要先做病人除屋的动作 那这个当然是 我也建议用这种喷嘴式的 用喷的 喷的才有力 撤离对病人的双手进行出屋 好 那大概前几天有个记者访问我 进大门的时候 我说进大门要用酒精喷箱双手 听不大懂 为什么进门要喷手 出门要喷手 为什么这么复杂 后来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讲法 结果现在被好多人在贴 张贴 出医院前洗手是帮助国家 避免污染医院环境 那其实你这个帮助国家 这四个是讲出来 大家很愿意洗手 哎呀我对这波的防疫有贡献 出院以后洗手是帮助自己 避免佛满transmission 那所以 这是当年松德抗哨病房 三明治洗手法的放大版 那这个洗手法 我们在2003年大家也听过很多次了 好 那这是现阶段的一个 新兴的traffic control bundle 2.0的示意图 那要强调就是 这一次的format 它的传播率比较强 所以在这个节点洗手之间 大家可能要更加注意 每换个动作 每个步骤之间都要洗手 不要省 那如果能够这样做到的话呢 我想我们有机会把 这波的医院给它保护住 所以接下来的影响就可以好好的控制住了 最后讲一下impact of future 接下来如果台湾真的进入社区的减灾期 我们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境 那当然T.O.C.C. 刚刚讲的Polantian讲过 T.O.C.C.是很重要的 那1月24号那天 我赶快在群组里面讲说 执着旅物食反而更危险 要转进检疫病房的模式 那其实T.O.C.C.是这波我新学到的 真的我真的新的学到 我们T.O.C.从2007年开始讲 但是T.O.C.C.不是旅物食 大家后来都把它当成旅物食了 那一阶段一阶段过来 其实是刺激的 会有一些让你能够着力点的地方 它是一个spectrum T.O.C.是一个spectrum 从containment到mitigation 那你在每个不同阶段 都能够回溯把整个疫情给它围堵住 那将来到底怎么办 到底是我们向战到底是跟弱基打 还是跟弱基打 如果是2009年 那很简单 基层医疗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伙伴 他在社区就可以帮我们分流了 所以我们在2009年 社区分流一旦做出来的时候 医院的医务通人就开始保护住了 那如果是一个病毒发生突变 像2018年那个样子 那会是什么样子 那这样的情境 其实我们在H5N1 2007年的演习当中 都有这样的想病 那当然就开始不断做分层分流分区分块 越分越细越好规划 因为你一个错误 大概就十个人被隔离 其他类似的就等着发生第二个错误 接下来就是一间医院导 接下来都所有都倒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也更加强调 检疫病房在这个时候的重要性 检疫病房一旦有的话 就不需要所有接触者全部被隔离 那武汉我们都晓得 他是因为所有医疗资源都已经崩盘了 才会变成这么惨 那所以保护医务人员 从医院动线管制 或者社区的分区管理 都是刚刚提到的 保护医务人员跟保护医院 都是这一波最重要的决战点 那动线管制可以放大到社区的管理 包括将来在这个学校改制的 这是我们当初的规划 在台北市有这样的规划 学校改制的也在医院里面 有动线的病房 也有这个检疫病房 那同时学校的这个操场 就可以让我们的基层医师 进驻到这边 协助我们做发威社区筛检的任务 如果是像洛基级的大流行的话 那当然每个开月医 都不能在自己家里诊所开月 那非常危险 那我们也很容易用六张客桌椅 合起来就变成一张病床 来扩张我们的病房 那医院也要清洁医院跟收治专转医院 而且要具扩张性的设计 那当然检疫病房这些规划 刚刚那个陈思英其实讲到一些想法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想法在这一段 比较不会露 可以敢讲出来 就是 其实现在的急诊 如果在那样的情境的话 医院一定要扩张他的分流的机制 所以现在的急诊可以直接当成 那个时候的检疫病房 因为急诊什么都有 你可以当作一般病人 住院先观察区 那急诊怎么去哪里呢? 急诊最早附近一家学校 在那边另外盖一个小医院 从筛检到基本的处置都可以 那最后就是分区 越分越细越好管理 如果你有这样的事前的规划 Target layer containment 那你所有的分区都不会像武汉来的那麽仓库 或者像现在大邱市长 250万户单家敲 那你到底想到那不可行 所以我们台北有68个吃分区 越分越细 本来这个分区 化成68个吃分区 每个吃分区有六七个里 这样的话 每个作战单位就都可以 很清楚地做一些隔离管理 维固管理 最后 中国大陆其实现在还是很缺防疫物资 有一个人透过 来跟我讲 到底找得到找不到防疫物资 我跟他讲 东线管理就先做好更重要 他是一个水质 而且很便宜 不需要什么材料 就可以做起来的医院设计 这样先把医务人员保护住 大概这个战争就可以先稳住了 以上报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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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